烏龍茶溝檸檬汁,怪事會發生? 孕婦流腸化,嬰兒營養會不夠? 止痛藥養化,又漂亮又come by? 馬上學試學飛,和你拆解過中原機 你去哪裡?我們等了你很久 不熟路,我見到一個海 香港三年環海,四處都能看見海 那你附近有什麼? 我附近有一個地鐵站 全香港有八十多個港鐵站 幾百個出口 你還看見四處有什麼? 四處都很多人 小姐,全香港都是人 我看見很多人拿著行李箱 走進名店裡 那我知道你在哪兒 港澳,走 小姐,原來你在廣東 說清楚了嗎? 難怪我們四個約在這裡做什麼? 還問嗎?大家一起看,學試我飛 先開始 快點 梁家琪,怎麼今天這麼聰明 整副武裝? 梁家琪被你們叫我做危險實驗女王 我當然知道實驗不危險你們都不找我 我以前用水瓶做親實驗 噴到到處都是,就是會爆炸 這次你還要有這麼多瓶 我不做安全措施怎麼行 很聰明 我收到封今天要做的實驗 保證你尾,嘩嘩聲 你們不可以放過我 喂,看完片段才哭呢 我不行 來吧 網上已播片段 烏龍茶在加入檸檬飲品之後 馬上變模式 嘩,檸檬加茶不是變檸檬茶 而是會產生化學反應 好,我們跟著片段 首先就倒烏龍茶入杯裡 跟著就倒這個檸檬飲料下去 弄到棍子爛爛了,都未變透明 都說你是買錯牌子的 又是我? 多三福 不如你試試這支吧 奉應聲,Dr.Foong是化學專家 擅長拆解大大小小的化學難題 好啊… 我們重做一次這個實驗 用Dr.Foong這支烏龍茶來做 效果是怎樣呢?一定要成功 嘩,好厲害 我們還沒做任何事 別透明 我都說我們剛才那支烏龍茶買錯牌子了 真的嗎? Dr.Foong,那你這支是甚麼牌子 這支好像烏龍茶那樣顏色的溶液 其實就是點的溶液 嘩,那麼像 多得風鬼馬 原來剛才把水倒入激的烏龍茶瓶裡 然後再滴點酒下去 這支水搖勻了,就變成一支烏龍茶 多可憐真 這個點是一個氧化劑 你加入檸檬水裡 含有維他命C 是一個還原劑 兩樣混合,有氧化還原的作用 令到它的顏色變了透明 剛才你們做的實驗已經證明 這個檸檬汁混這個烏龍茶 是不會有顏色的改變的 網上你看到有顏色改變 有一個可能是因為烏龍茶裡 有其他的氧化劑 這樣說,如果是純烏龍茶的話 加上維他命C 其實就不會有這種氧化劑的 是不會的 那就是說網上影片出古惑吧 好,破解完第一條片了 我們看第二條,又有片? 有,就看吧 這次輪到可樂和牛奶做主角 可樂是加入牛奶之後 就變成淺和式 哎呀,還看到一塊塊 我們快點照做一次 在可樂裡滴一點牛奶下去 跟網上影片一樣,馬上有反應 隔了一會,可樂變得很淺色 可樂的顏色 可樂的顏色基本上是植物顏料 鮮奶你看到白色 其實白色就是一些浪蛋白 如果加了可樂下去 可樂裡面的磷酸 令到蛋白質外面的電解質破壞了 所以它就會結合在一起 沉出來 在沉出來的過程 吸收了可樂的植物顏料 令可樂變得透明 但我們常常在茶餐廳 不是會有黑牛嗎? 在可樂上面就加雪糕 雪糕裡面都有牛奶的成分 我經常都這樣喝的 雪糕又有奶,再撞在可樂裡 會否有化學作用?我喝了會否有事? 牛奶裡面的蛋白沉出來的現象 是一個物理現象 不會改變它的化學性質 所以它的本質,生物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形態改變了 所以就應該沒有什麼康泉有問題 那說法,即是這杯飲料可以喝的嗎? 是的,沒錯 請你喝吧 謝謝 要混的飲品混了 要學的原理多特風又解答了 可以收拾酒吧 慢著,我還有飲料來混 還有片嗎? 不知道咖啡混奶茶又有甚麼反應呢? 多特風 我的反應當然就是開心 又喜歡喝飲料 對 你真聰明 那好吧,這裡不能喝飲料 不如我們出去喝完再說 先收拾酒吧 走吧… 寶寶很可愛 對… 我相信將來我的寶寶一定會更可愛 畢竟我也是一個可孕兒 相信你寶寶也會遺傳你的良好的基因 我停 過了… 快點進去吧 疑診 恭喜了,有多少月了 不…我不是幼了,是想幼了 而且我已經準備好為寶寶做犧牲了 阿倪為了寶寶著想 打算將牠長長的瘦髮展表 真偉大 沒辦法了,我的頭髮這麼長 怎麼會吸引寶寶的營養 其實長頭髮會長得嬰兒營養當然是肥 頭髮是死物 怎麼會跟你長營養呢 孕婦因為學業無關 其實頭髮長的速度 比沒有懷孕婦女的頭髮生長 是長快一倍,大概一至一寸 除非整個髮筋都清脆了 不然的話,頭髮應該長得快一點 通常長頭髮在懷孕期間是比較難打理 彎腰洗頭不是那麼舒服,不是那麼方便 長頭髮剪短了,比較意大利 原來是沒有根據的 阿倪,你不用犧牲長頭髮 保得住頭髮,保不住身形 你知道為什麼最近經常坐嗎? 我就是想坐大一點的屁屁 但是長得容易一點 為了寶寶,你願意犧牲美好的身段 難怪歌仔也有得唱 有媽媽的孩子像個寶 我就不懷疑了 不過屁屁大一點是否年輕一點呢? 當然是非 因為屁屁大就不代表骨盤大 骨盤的大小,就算我用磁力共振 練到素描去度,都不可以準確 推測到寶寶可不可以順產出生 除了骨盤之外,就看寶寶的大小 對,臉的方向,子宮頸的阻力 都有影響 原來這麼多孕婦的禁忌和傳聞 都是謀誤嗎? 那就是有了不養得貓,都是假的 那我不用把我心愛的貓貓 交給人照顧了,這隻是紅貓 其實孕婦不可以讓貓 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因為貓可以傳染公形蟲給孕婦 而引致嬰小產,甚至會引致 K型的嬰兒出來 不過這樣,是要貓第一次吃到公形蟲 又要傳到給孕婦,才對嬰兒有危險 如果怕感染的話,孕婦盡量不要帶貓外出 清潔排泄物,請人幫忙 每天都去做 盡量避免養流浪貓,或者難以不明的貓 就可以防止大部分 其實貓也不是唯一可以感染公形蟲的途徑 不明,生的肉類,污染了的泥土 蔬菜,三果都會令人附近感染公形蟲 病床入,要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聽完余醫生這麼說 令我很想快點有寶寶 醫生,莫說結婚三仔 連男朋友也沒有,很乾淨 其實呢,眉與長茅都是對的 咦?醫生都說眉與長茅是對的 余醫生,你有沒有什麼醫生朋友是未結婚的 介紹給我認識呢? 我時間安靜了,下次再說吧,再見 你用這招? 喂? 為何望海這麼悲傷? 我剛剛收到一封信,叫我做陪審員 那好吧,還要做市民的責任 但我很擔心 擔心些什麼? 如果我撞正那單是兇殺案 那就是好血腥 我看過你看恐怖片的時候笑的 那如果我撞正那單是非禮案 我又怕我會害羞 你這個人也不害羞 那如果那單是約束案,那會很殘忍 你什麼都怕不行 做得香港市民當然要服務社會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 沒有像你這樣有大學畢業 所以做不到陪審員 學是學非,明辨是非 稍後回來告訴你,究竟是否一定要大學畢業 才可以做陪審員